這石頭底下壓著一方一張充滿詭系的怪斧 要撕毀他嗎 是 他可以幹嘛 我已經死掉了來不及了我死掉了 哇 這個 螺螢全身的殺技師 反正在陷阱不該把的 這應該是陷阱齁 算了 沒關係啦 我血多 怎樣 早就不要死了 誒 這怎麼動 這是敵人設下的埋伏嗎 還好大家平常都過此戰 要下次再遇到這種事 怎麼沒那麼好運 等等 你們是 這位婆婆你好 我們住是造訪貴村 在此地的風土民情並不熟悉 如果婆婆你方便的話 希望你多加指教 誰告訴你們這個地方的 我們這位婆婆現在不歡迎外人 外人只會對我們帶來載貨而已 沒事的話就快走吧 沒人會答應你們的 嘿 晚安 這裡不歡迎外人 這是怎麼一回事 或許真是如古大哥所說 這村子有著不 不予為人為外人所知的秘密 看看景象 果然和這裡有關 不過村人對外人如此提防 快點之後先找到伊斯羅姑娘再說了 真抱歉 打擾一下 我們正在找一個叫伊斯羅姑娘 嗯 啊 伊斯羅姑娘 永遠就在這裡 夏娃大哥你們來啦 要到這個地方來 做事要費湯功夫呢 啊 這一位可認定祖父 聽我們迎見一下 當然啦 夏娃大哥跟我來吧 伊斯羅 這些外地人 是你帶進來的 爺爺 他們就在沙洲救了安寅大哥 還一路互說到琳雅 夏娃大哥一行 夏娃大哥 這位是我爺爺 也是我們拖魂小村的村長阿圖茲 咱們和我 拖魂山山下下的大小事情 就算他最清楚了 前輩 我們被為了邀請 上次來訪 不知有沒有 壞了村里的規矩 還請前輩贖罪 我們村里 不還你外人 你們來到這裡 就已經犯了我們大忌 不過聽伊斯羅說 你們要是 要問我 看你就在 救了他和安寅的份上 我就聽聽你想問什麼吧 是這樣的 我們也在尋找一個奇異的地方 那也是在 鷹鷹的洞穴中 就有數個張馬血跡 框框石台 還有一些穿著 類似貴村一座的屍體 以及四處 散亂難擠的人體被 直幹 我們有屍體的一座推斷 只是多少和貴村有點地緣關係 不知你對如此 的處所 是我的印象 你 你們怎麼知道 有這樣的一個地方 實不相瞞 我們是在幻象中看到的 但那幻象十分真實 我想說 我想說不定是真有其事 我 我不知道 這種地方 我 我連聽都沒聽過 你們一定是忽然 睡了昏頭 做了惡夢 出去 給我出去 給我出去 爺爺 叫他們出去 我不想和他們說話 前面前面動路 我們出去就是 告辭 小大哥 等我一下 真是的 真的沒來到村林 只不過問了一個問題 爺爺卻棄成這樣 我真的搞不懂 村林的人 為什麼那麼討厭壞人 一隻狐鹿鳥 你別詐意 實際我們沒事弄了這個怪問題 看來我們還是趕快 失去的離開吧 如果下次還有機會的話 我們在這裡看你 啊 那我送我們到門口 不用了 我們自己知道怎麼出去 村長說不定氣頭未消 此刻你還是先去陪他比較好 那我先進屋裡了 最美度平安 這一切實在太可疑了 在隧道裡遇到火屍 被重 重手緊閉的鐵門 還有村長對我們隱瞞的內心 這小村林一定有什麼不對 不過既然事情變成這樣 至少別讓伊斯羅作為很為難 還是趕快離開這裡吧 欸 欸 真的欸 每次都 所以我還有東西沒撕對不對 OK 我待會就是撕 好 從這裡出去之後 我們就真的離開小村吐魂了 最常那奇異影像的事情 也之後就是中斷 雖然有點不甘心 但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算了 多想無意 還是趕快上路吧 嗯 夏威夷一醒 懷著附打的心情 朝 朝著離開吞吻的方向 緩緩而行 再走幾個時鐘之後 不知不覺間 已經是黃昏 十分 夏威夷大哥 你怎麼了 你還是 想把這件事查得清楚吧 嗯 這件事非比尋常 絕對是表面上那樣看起來簡單 而且我隱約覺得 如果把這件事放著不管 怎麼會發生更大的兇事 既然如此 在我們這座折謊脫魂 夏威夷把事情查得清楚 在心裡留個嘚嘚嘚 再也沒有比這個更難過的事了 鬼兄想想法固然沒錯 可是村長已經對我們起了戒心 春美則會更糟 我們在這種情況下 硬要回去 只會耐伊斯多為難而已 風姐姐說得也沒錯 這到底該如何是好 咦 後來好像賈布森 是我聽錯了嗎 夏威夷大哥 夏威夷大哥 伊斯多 夏威夷大哥 走到追上你們了 還有你們沒有走太遠 怎麼了 就你出事了嗎 我的朋友 尼塔 尼塔 我不見了 什麼 有人無故失蹤了 是的 就在你們離開後不久 我去她家裡找不到她 我剛侮辱她媽媽 才到她昨天晚上起 就不知去向 我們村裡裡 偶爾會有人無故失蹤 這些人從來沒有回來過 我怕尼塔她 她也會 人命關鐵 我可能目得有人在暗中作合 伊斯多 你要我們怎麼幫你 夏威夷大哥 我越來越相信 在鐵門後面的山洞 有著什麼東西 在我出來之前 到你們之前 夜也正好有一次出門 我們正當不在 趕快找到鐵門的鑰匙 是不是電泥潭就在裡面 我明白了 我就是跟你們回去 夏威夷大哥 我先行動 小妹子 你這主意很不錯 說啊說就很要緊 事故宜遲 那我們快走吧 不要哥說得對 伊斯多虎姑娘 咱們就回拖門去吧 嗯 夏威夷大哥 現在村裡人都睡了 就算有人還沒睡著 也不敢在夜裡出去外頭 你們可以自由在村裡 來回左洞 哎呦太好了 伊斯多虎姑娘 我們先時效看一下 你回家裡等我們便是 那我先回家裡等著 夏威夷大哥 咱們待會見 重視它這黑暗之中的隆重鬼氣 一定和上中裡的秘密 空不了關係 也好 我們就趁此機會 把伊斯多虎姑娘 這小村的陰脈給查了清楚 夏威夷大哥你們來了 外頭情況如何 還好 雖然夜風裡充滿了鬼氣 不過這村子裡的道還平靜 看來並沒有什麼特別不對之處 啊那就好 夏威夷大哥 我想爺爺應該是把鐵門的鑰匙 藏在這個房裡的某處 如果仔細找到的話 應該找得到還是 如果你們累了 可以用右邊房裡的床鋪 休息一下 雖然我也很擔心 林檀的生命 不過休息一下應該沒關係的 嗯我知道了 接下來就交給我們來辦吧 我們會敬你而為的 夏威夷大哥 一切都拜託你們了 好 走他的房子一直很詭異 不覺得嗎 各位 好我先躺一下 好不用 好 然後我就跟我說 他在問說 世界公司有沒有接他們 建亞的團購 然後對方直接說 可是我們很忙 哈哈 有點 有點 有點沒辦法 然後說 我們會跟公司內幕在討論 哈哈哈哈 在哪裡啊 然後說 房間有寶物 房間有寶物 是不是 好我剛剛找不到 欸 不是石牆嗎 不是要給我們鑰匙嗎 為什麼不幫我們找出來 還要我們自己找 哪裡啊 沒看到啊 在大廳桌上的石雕像左眼處 沒有啊 有看到看到看到 啊 我是太陽觸發 觸發了吧 我看到了 有了 咦 這 這石頭雕像的左眼裡 好像什麼異樣的光芒 沒想到錯 然後把鑰匙藏在這個地方 八成就是那鐵門大鎖 大鎖的鑰匙 啊 最後去試試看吧 沒有寶物啊 欸 剛剛哪位觀眾跟我說有寶物的 在哪裡啊 好啦我待會就找 好急啊 就是鑰匙沒錯 這這是 小小大哥 明明是這裡的死臭惡氣 還比之前的水道更糟 這裡頭 告知 到底有隻什麼 敵人 這裡有敵人的氣息 嗯 那我問的沒錯的話 這隻血細菇和絲綢 還有一點奇葛的藥味 等等 那我猜一下 這該不會和我們遇到的 猴師友所觀念吧 古兄 我跟這兩者 直方大有關係 我以前好像聽過有人 通膳 這類的寫法 不過這點要親眼目睹 才會知道 巧克斯山壁和磚牆 倉庫的模樣 顯微自然天成 不但和高山古城下的 統計房間有幾分類相像 和我們在影像中所見之處的十分相像 我想我們要找的地方 應該是在這裡沒錯 鳳姐姐 我也覺得如此 不過此次的時刻 我只希望你打來平安武士 咱們就說走吧 去看看這一切到底是怎麼會回事 好 我們到這個 死鬼長狼的 的最終點了 GO 嗯 不錯不錯 做這種替代的用的素體 果然還是同樣 連你的身體最好 不過 你能傷腦筋的事 下一次 能不能再找到 這樣剛好的材料 一直這樣下去 似乎也 不是個辦法 嗯哼 算了 還是先解決眼前的事情再說 讓我算看看 這邊還在兩條肌肉 三根血脈 此外 鮮河幹的品質 也不 也不挺好 還是換下新鮮的材料好了 還缺的地方 就從那個女兒身上拆解便死 唉 這種猜事 還真是麻煩的景啊 住手 咦 是 是這裡沒錯 我們在幻象中看到那恐怖觀景 果然真的存在 躺在左 左掃石床上的 應該是伊斯蘭的朋友泥毯的 還好我們沒有來此 好像有客人來了 嘿嘿嘿 真是稀可啊 只可惜 我一向不喜歡破潛次來的客人 老 老妖怪 在這裡殺人分屍 做過這場無人道行進了 就 就是你嗎 快把林坦給放啊 小姑娘 叫老妖怪 為什麼有點失禮 我哪名 黃當英 視野 哼 你們沒聽過我名號 沒關係 我這位手頭缺材料有三腦筋 你們應該可以成為不錯的材料 明皇當英 你 你就是那個號稱活了四百多歲 在當年害人無數 最後造成那派微小而死那個 邪派大眾是 大 單 這麼說來 我們一路上遇到的猴死 莫非都是你的傑作 咦 沒想到你們這批人年紀輕輕 這樣有人認得我的名號 至於你們一路上遇到的 那些都是我的失敗作 不足掛齒 我以前聽師傅說過 你本身著名的有道術師 後來印醉心 於野命長勝之術的走路邪道 甚至以人、屍、肢體 試驗失魔之法 至少遭各派義憤鐵鷹 追腳 和你教授過的各派高手 哲允的失魔之法 甚至施加給你明皇的稱號 沒想到 沒想到 沒想到數百年後 將會在萬里西亞的西域小村遇到你 嘿 你們這些書人腦袋懂什麼 試想四人都切出 出自於娘胎 至女王神創世造人以來 從沒有人 憑空造活生生的人來 但我答應 便是要乘這 人所不能的神業 將世間的一切生死 超於鼓掌之重 拼湊死人之體 而活屍的 失魔化身之法 不過是我專業創世秘技的 第一步而已 為此吸血一些人命 也算不了什麼 等我有招一路 造出活生生的人來 會變救女蛙之人 那時莫說讓這陸區永生不死 便是要稱神造勢 想必也不是件難事 影響或者長創生命的全能 這種還能聽我的想法 我倒也不是沒聽過 可是拿活人玩這種拼湊遊戲 那可就不能原諒了 單前輩 若是不論為此而造的殺虐 我倒是挺佩服你的想法 不過 在這之前 先把那師団上的小姑娘還給我們吧 這可不成 我馬上用到人偶身體 正好缺一塊材料 非得要他來補齊不可 你很答應 你會馬上用到這人偶 莫非 嘿嘿 這個 我無可奉告 前輩 既然不肯把他交還 那我們只好得罪了 不錯 你這細皮白肉的西方小子 很有禮貌 我答應你 一定會把你做成上等的人偶 小姑娘 你想做什麼 我不容許你碰他 咦 為何你身上 沒有活人之心 莫非 你 你也是人偶 人 人偶 等 等等 我 我剛才沒有仔細看 這橋樓天空 絲毫不帶浮躁痕跡的肢體 連這男主的心裡魂魄 似乎 似乎一應俱旋 這不應該是廚師法輪之手的作品 到底是誰造出你的 畢林小心 他要打你的主意 打 打我的主意 不可思議 不可思議 如此完美人偶 我答應是要定的 反正本來 就不想讓你把活人離開的 別開玩笑 是要帶你的材料 再我們先聘個高下再說 打風神行 絕技兇號好了 神室換官 看一下 焚炎之陣 好 八千滴而已 快好 群星 他怕火喔 我只能這樣一位是不是 猛鬼破衝 猛鬼破衝 好帥 喔好帥 393D 超弱 開死的吧 開死的吧 朱焰妖童 呃 只不當初 集 集中 張 造出的虛體 果然是耐不了這種 這種巨戰 單前輩 勝負一分 咱們就到此為止吧 只是把那小女孩 教給我們如何 算我輸了 你們果然不是犯犯之輩 我不該小看你們的 不過在這之前 我有個小小的請求 希望你們答應 這個嗎 前面請先說來聽聽 你的人偶 那個白猴小姑娘的手 讓我看看好嗎 我真的只是看看而已 你 絕對沒有打清那壞主意 也有當英火了480年的名聲啟示 求求你 賓妮 他不是我的人偶 你得要問他自己才行 賓妮 如果他真的這麼有興趣 我無所謂 謝謝 我稍微見識一下就好 完美 太太太完美 這到底是哪位大眾師的作品 和他相較之下 我做出來的活屍 只能說像是小孩子的玩具 唉 我果然還是太天真了 只以為在這方面 算是小小的成就 其實 真正的串臉之道 還離我遠得很 也罷 我要當地是當 萬掉這一切之後 重新展覽 至於這些不路有的失敗作 這都一併毀了吧 丹一 你何必 等等 村長 丹一 那是意識著我的新身體吧 你為何將他毀了 阿圖之村長 某這些年輕人給我的啟示 我改變心意 不會再做這個半吊子的東西了 這種每隔三年就要換吊子的身體 實在太麻煩了 丹一 這違背我們的約定 而且你收入伊斯多現在的身體 只能再用上幾個月 你這樣幾乎是壓他的命 是啊 但這種事 總不能永遠繼續下去 那孩子早就已經死了 你強要用這種方式讓他活著 不如讓他著論路途為案的好 但是前輩 你 你的意思是 伊斯多是個死人 嘿嘿 這說來話長 話說六年前 我早到這裡的時候 村裡更遭道解強 也 許多村人死於道賊之手 那孩子和他的父母 也在其中 我發現此地圖書館 有無數珍貴典籍之後 於是和三星玉角的村長談條件 以失魂大法 將他復活 和殺進那些盜賊這兩件事 來交換用此地進行研究的權力 這山道裡的遺物 原本是村人世代守護的秘密 但此時村長也顧不了這麼許多了 於是我辦妥這兩件事之後 就住進這裡 研究人偶的造法 單一 別說了 我剛來此地時 對人偶的所持還頗有限 而失魂之法也被一勞永逸 因為身體會逐漸腐壞 他每隔三年 就去更換一隻身體 否則時間一到 整個人便會崩散潰落 再也無法復生 為了解決這個難處 我在這裡潛心研究了五年 靠著村長之助 到遠近收集生能為材料 希望能造出不會腐壞的人 而當作身體 結果失魂之法 是頗為成就 但對人偶依舊是沒有進展 別說了 那麼說了 這尼亞和這裡失魂的人 都是 唉 那都是過去的事 如今看到高倫之作 我才知道創命之法 這是奧妙無比的神業 絕非是我這偏偏照照的 絲魔之法所能及啊 這幾年花了時間與精靈 就算白費了 我得另外找個地方重新思考 或許能有新的進展 擔憶 你以為我會讓你輸走就走嗎 村長 若你強要留我 可別怪我對你不客氣 為了一絲朵 我會就算拼到這條老命 也不會讓你走的 村長 冷靜點 爺爺 不要 伊斯多 你什麼時候來的 我不是搞解過你 絕對不可以踏進這車道一步嗎 剛剛跟他爺爺後面來的 爺爺 大音先生和你剛才說的話 我都聽到了 你從來沒有告訴過我 原來我的性命是這樣換來的 對不起伊斯多 在那個時候 我不敢怎麼樣 也讓你活過來 可是 我也沒有想到 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可是 為我一個人的活下去 就可以做這麼多壞事 犧牲這麼多人的性命嗎 也泥潭都差點為我喪命 爺爺 那一切就這樣結束 讓我 就這樣離開人世好嗎 我也可以到那裡 和媽媽想會 我 遺失多 對不起 這都是爺爺的錯 爺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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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是個還能的主孫之情啊 我當初 就是因此才答應幫村長的 雖然還是沒能真正救火他 不過 這可能這樣收藏 也應該還不算太差吧 丹音老兄 如果不是我亲耳听到 我还真不相信你也会说 主生之情之类的话 哎呀这位丹音前辈 坏大叔除了切割拼凑之外 其实也挺有人情味的嘛 这可惜害的人命太多 我可不会因此 把他当作好人看待 不论如何 是丹音前辈那村长和医师 多过了这几年愉快的生活 弄不上这期间所害的人命 这也算是好事一装了 好事一装 小子 你不如身上到处透着鞋位 那些想法都有过人的妙处 这很合我答应你的胃口 难得难得 多谢前辈夸奖 至于胃口之类的 晚辈可不敢吟叫 我蛮欣赏你的贬事 只可惜咱们输入不同道 以后大官也没长机会见面 想想还真是有点遗憾的 这样吧 为了经念今日之缘 我就送你一件礼卧好了 前辈之礼 是晚辈不敢接受 你不用如此推脱 你以为又是什么 害人听闻误事是吗 害人听闻是有的 不过 这使用64名流产胎儿的魂体 是以九院化力大法 厌制而成的血力鬼名 和是我当应的最高杰作 不论天上地下 何等神庙护身造法 这些厉害鬼名都能化力群世 摧之破之 而且炼制鬼名的胎儿 都是长后夭折而来 绝对没有夺上一条人命 你们尽可安心使用 哇 好可怕 前面这话说得轻松 我们听了 怎么夜里会做噩梦 哈哈哈哈 不要怕 只要被揭开在鬼名上的符咒 里面的血铃 就会乖乖不动 这等神器做起来 可挺花时间的 本来 是要用来血迹感染追杀 我的中原群好 不过眼下还是用不着了 看他既然令我毛色盾卡的份上 就送给你吧 呃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收下了 这鬼名威力之强天下无双 今后能有什么达不赢的强敌 即使他有金仙护体 你只需将这鬼名朝着对方 接去鬼名上的伤道 丰富 丰勇而出的血铃 便会将他遥伤的一干二净 听起来有点害人 看来我们还是不用这鬼名好了 那就看你自己啦 我待会就会离开此地 重新寻找一个新的地点和研究方向 小小子 咱们后会有期啦 小伙兄弟 这么一个背负无数人命的魔头 你就这样看着他走了 古兄 冥魂大鹰 以可说是个不实的存在 就像我们现在杀他 他一样能弄失魂大法附身 这世上会有大鹰这种人存在 也是天地命运中决定的运速吧 只希望他以后不要再伤这人命就好 是啊 他能够立志专严创变造人之法 这可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伟大志向 只希望他早日完成这心愿 速度可以造福了四人 小伙大哥 一四国姑娘 村长 小伙公子 我为之前的狐狸向你道歉 这么多年来 我被想让一四朵 继续陪在身边的自私念头所避 心里名字不对 却一一顾行 做下诸多措施 还因此那单一害死无数人命 幸好今日蒙公子点醒 我终于能悬崖勒马 从此不再继续为单一 做害人的修念 是啊 笑我大哥 你在沙洲城救了安宁大哥 帮我救了泥潭 他把爷爷救出这痛苦的深渊 你帮我这么多忙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激你才好 这些都不算什么 我只遗憾 没办法帮你 嗯 没关系的 我本来就在六年前就应该死了 因为这些缘故 能多活这么久 我已经很满足了 从今以后 我要好好陪他爷爷身边 直到过完这段最后的日子 我想 这应该是现在的我 最该做的事情吧 你试图 像这样的好孩子 上天不会见死不救的 如果我们真的找到什么附身之法 我们一定要设法帮你 你放心吧 风姐姐谢谢你 笑大哥 我先陪爷爷出去了 即使答应大叔离开了 我还是不喜欢这个地方 我明白 不过我们还想在这探看一番 待会我们在你家里头见吧 嗯 这件事 就像高尾段落了 咱们就是把这地方好好探看一下吧 我们会在这幻想中看见这个地方 一定有什么理由才是 啊 你们就把泥毯丢到这里哦 呵呵呵 让他自己走出去是不是 这书柜里摆了各式各样的书籍 这个写对以看不懂的文字写成 或许以后会派出用途吧 化手回来 这书柜 我现在在哪里看过 哦 这书柜就是 获用那边的书柜嘛 难怪 弹压在这边 哦 原来如此 那就是说我同了 啊 得 你就把泥毯丢在这里是怎样的啊 哎哟 哎哟 啊 危险了 OK 这边应该是没东西的 小桌子上有九指菩提 小桌子 哇 这个 这个吗 哇 这个 这个吗 右边这个 哦 哦 诶 没有讲话 我还真的不知道诶 在干嘛 擋若单独服用者会寻死之局 哦 哦 哦 烈 哦 哦 太猛了 好 走吧 这里有一块包裹在蓝色火焰的金属断片 莫非我们看到蓝色幻象 就在暗示这块金属断片的所在 不管怎么样 先把它拿起来再说吧 这个看过出用途的奇迹巧限 好像已经被弃在这里很久了 不过仔细看一看后 好像又有点熟悉 鲜记到久 刚才这个 哦 没了 这宁员逆气 宁愤的充正式 啊 敌人 考验滑鼠功力 呵呵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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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吧 OK 我们刚才遇上的究竟是什么 前所未经的怪异强底 还有看起来和套利所带的金属箱幽间 还是相似的 绝非位于金属之中的奇异处所 看来蓝色的优惑 就是这金属断片放出了韵翼 它们之间似乎有某种方式的关联 待会把它大家加下资格看看 或许有人借此得知下一刻 断片的位置 好 走吧 啊 泥潭真的放到那边去了 OK 好 我们走回去吧 片刻之后 夏威夷一行在村长阿图兹上衣之后 决定合力将单一留下的血 心与物清理干净 就像在此的一切 都不曾发生过一般 但当朝日再次升起时 长久里的笼罩有透魂的阴霾 似乎有时单一的离去 而尽速消散 但穿上从寿命中显来时 忽然发现这个清晨 似乎和以往有所不同 夏威夷公子 最终的事情却被我们帮老夫处理 你们还愿愿帮我这个满身最练之能保密 老夫真不该如何 抱着你们才好 真的很别客气了 我们找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还要一次解决单一和你长久以来的空脑 这已经是最好的回报了 唯一遗憾的是 我们能帮助一十多小妹子 不过我们不会就此放弃希望 这世上还有许多单一 和我们所不知道的神妙法门 只要让我们找到这法门 一定会立刻赶回来救治他的 夏威大哥谢谢你们 为了你们这番心意 我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 你们有空的话 也要藏回来看我 夏威公子 以后 你就是摩托魂的贵客 不知是乎有什么缘故 虽然祖先曾经尊尊教诲 也在高线那十字里的东西 不能让外人看见 但我想 你们早就不再实现 我会更高春中重的 允许你们自由进出那里 只要你们还有需要的话 随时都可以来 啊 那就是村长你了 夏威公子 我想你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忙 要忙 就不耽搁你们的时间了 有空的话 欢迎你们常来 这是如此 村长 伊斯多 咱们下回见了 嗯 夏威大哥 请慢走 嗯 OK 嗯 雖然当一已经移开此地 黎尔在这条隧道的鬼气 依然还未上去 不过那些活尸 应该是不会再出现了 大概还有多一段时间之后 这里才完全恢复以往的原貌吧 按错 好我们放上第二块金属碎片 看景象啦 如果把这支金属断片放到水晶台座上的话 又是一个没看过的地方 有百事来看 好像位于哪个寺庙之中 无论如何 下快金属碎片 应该就在那里 蛤 这次就这样子哦 好 我们去月牙群吧 好 我们去找香环子吧 全班诸宿还到有大事 应该就是这块吧 香环子前辈 香环子前辈 我没来此见你了 前辈一直可以免啦 盯起来怪弱马的 前辈 你来啦 欸 小孩子你拿一道块 对啦 之前忘记问你姓名 小孩子 你叫什么 晚辈夏威夷 拜见香环子前辈 嗯 小孩子免你 以后将你小和小子吧 既然你真愿帮忙 老子为止跟你直话直说 话说老子是个得道上限 原本就住在青海的龙居岛 500年前老子说先有制药岛 东海先一参做客修岛 一转眼都过了500年 等老子倒到我回府后 发现龙居岛竟然给一条妖龙给占去了 这畜生用了灵迹修法不错 竟然在我回来之后的脸皮不走 更糟的是 他不知道从来学来匹咒炼甲之法 一身黑脸万法不入 这次让老子伤透了脑筋 前辈之所 所以寻找可以降伏妖龙的法宝 就是为了这个吗 不然还为了什么 老子龙居岛逍遥自在 才不想两条鸟龙给自己找麻烦 既是如此 前辈在晚辈前去降妖 降伏妖龙如何 嗯 老子本是如此打算 不过那天老子在遇到你之后 仔细想想 光是有镇龙之力和镇龙之法 有个屁用 那镇龙之法需要有龙的真免才能奏效 但是除非你把那条妖轮打到囚牢 否则他焉有说是自己真免之理 所以破不了那皮咒炼甲 一切终是白大 以前被的天使大人 但他找不到那破那皮咒炼甲 之法的仿门 有是有的 不过那都是属外道邪法之类的 用来大伤仙家道行鹰的 莫说老子不会 就算是会也不敢用 仙家道行 还好我妹不在乎这个 即使如此 倘若前辈找到这个法门 就让我妹带你 施行如何 好主意 不过你小子 你看哪也是成功 广告之辈 找些东西来 未必要输给老子 如果那边有所斩获 就来这里一通法 通知老子 老子会来带你们过去 我妹自当尽力而为 那咱们各着各找各了吧 屁股炼甲 这小子可真是伤脑筋了 老子去 下午只要是 咱们下回见 诶我已经有了啊 阵容之谕 妖龙 说不定倒会大有用处 对了 之前得到了血力鬼迷 或能破 相反者前面所说的妖龙屁股炼甲 箱子前辈 小老子 你有什么好消息吗 呵呵 又讲到出来 我妹前一阵子去的极细之地 最好得到这个血力鬼迷 或许能助前辈 吹破妖龙禁致 哦 快拿给老子看看 哦 这个厉害 六十四只血力力或滋味 相当于禁法千力鬼士之巧 你从哪里弄到这个了 这是一位叫做丹音的前辈所证 灵魂当于的老鬼 看不出来小子年轻轻 交友却如此广阔 不简单不简单 话说回来这血力鬼迷 是可以用的 不过公杀修法通道 已是大上映的 用这种自写字物更上映的 也就是说 绕字不能亲自用这个玩意 小子你可明白 前辈的意思是 要我妹带你用这块鬼迷除掉妖龙 猜得对极了 小子果然聪明 一点激动 可是晚辈 历练浅薄 攻略第一列 未必能敌过那妖龙 小子你不必之前 你都能和丹音老鬼打交道了 想来对付妖龙也不成问题 如果你愿意帮忙 老子负责教你阵魂之法 那你收服那条妖龙后 将他由作己用 除此之外 我的传说你们三个无上做法 怎样 这笔生意够划算吧 前辈 我妹是很累帮这个忙 但是 可否那些那晚辈考虑一下 啊 还有什么考虑的 咱们说走就走吧 对 前辈等等 这里是 这里是青海之中的龙居岛 老子住着青居 这里整个被老子的旗舰借法围起 寻常人是看不到也进不来的 既是如此 那我们就要怎么才回去呢 得要有老子特质的风法默论 才能自由进出围套扯地的奇门解证 不过 那是你们帮我除掉妖龙之后的事吧 前辈 你这是鲁人胁迫 没错 老子吃了吃了 吃了 趁铁 趁铁 趁铁的心 就是要鲁人胁迫 谁叫你推推脱脱要帮不帮的 老子的规矩很简单 你们不帮老子说这条鸭咯 休休想踏出这里的一步 既然如此 看着咱们这个忙 是非方不可了 好 事实物者为俊杰 小子你果然是聰明了 我先传授你使用阵龙之域的阵龙之法 大概就是这样 小子 你聰明得很 想必不用再说第二次吧 我妹子来了 其胡伦印记 不知道能否作效 总而言之 这等他证明之后 再加上收回域内就是了 没错没错 除此之外 虽然我们暂时出不了这里 但若你们在联方巨战之后 气血衰血 筋疲力竟的话 直消来这里找老子 老子会将凝聚此地的灵气灌束给你们 你们即刻魂体痊愈 恍如重生 明白吗 明白了 随便告诉你们最后一件事情 那是妖龙中顶上布上的五幻怡龙之灯 不独善善的道路大乱 还可能在屋里遇到各式各样的妖物 虽然这应该难目到你们 不过 还提醒你们小心为上 也只能这样 好 那你们去吧 老子在这里等你们的好消息 不要